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者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则 愿解如来真实 以为度化一切众正经 大家好 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现在讲《观难回痛苦》当中 就是观人类的痛苦 人类痛苦当中 昨天我们讲了三个根本苦当中 讲的变苦 苦苦 心苦 因为前面的变苦和苦苦比较好动 现在继续讲心苦 表面上看到好像不是痛苦的本性 但实际上它不离痛苦 这叫做所谓的心苦 昨天华智仁波切前面瑞说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藏地吃藏巴或者喝茶 这些也实际上是不离痛苦的因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地造了很多的恶因 这个问题昨天已经讲了喝茶 茶的这种罪业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今天也说藏巴也是如此 藏巴吃藏巴有些人也特别喜欢藏地的话 几乎都是可以说很多人 还是从小到老最后一直吃藏巴 但有些医生说藏巴是非常好 冬天或者在高原上它是热性的 火性的 在四大当中有火的本性应该对身体忧虑 有些医生说藏巴是非常不危险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菌 然后很多人用手抓也很不危险 为什么是藏地很多的老年人 到了万年的时候 全部都十道爱就是藏巴引起的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很多医生的见解 但有些人可能自己喜欢吃 赞扬藏巴的功德 自己不喜欢吃就毁谤他 可能是不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 华智仁波其实对藏巴是这样评价的 他说 藏巴当然是青科 青科一般除了藏地以外 在别的地方有时有但是非常少的 这可以说是藏地的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 他业力显现的一种庄稼法 以前上师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 当时带的有些藏巴后来就不行了 上师一直叫他们造藏巴想吃藏巴 后来他们在印度很多地方去联系 但有些联系他们把麦子认为是藏巴 这种现象是比较多的 除了那个以外 真正的青科就找不到 当时非常困难的 藏巴也是很多人可能稀奇吧 还是作为一个藏族人来讲 汉族人喜欢米饭或者面条一样 特别对他来讲有深厚的感情 如果说他不好可能会很不高兴的 那天我想有人去杭州 因为德巴堪布现在都是在杭州 我想他们什么都没有带 每天都是喝西饭 我想他可能很想吃藏巴 我想那天想带一点 但是结果也没有人去 那天我们在上海那边带的时候 有时候特别想吃藏巴 然后到了成都的时候马上到 听说乌侯寺那边有 然后到那边去吃一大碗 但是这个确实也是造作业的 下面讲的 因为藏巴的来源就是青科 青科最初来源的时候 他要通过种庄稼而得的 最初他开垦田地的时候 地面上所有的小虫被埋在地下 本来在地里面根本不能活的 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虫在地上 尤其是在春天和秋天吧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多的 这些小虫全部埋在地下 全部比起而死的 地下所有的这些小虫被翻到地面上来 地下本来是它活在地里面的一些蚯蚓 这些虫它就翻到地上来 耿牛坐到那里 无要求等 也是耿着后面不停地坐视着小虫 这是平时我们在十二八那边也是 过路的时候大家在车里面也是 旁边可以看得到他们在那边耿耘的时候 然后后面有很多乌鸦 很多飞禽 也是跟着那些耿耘的人在外面吃虫 然后还有当灌溉田地时 水里面所有的汉僧干涸而舍 当时他们把水土借到天地里面来 水里面的这些汉僧 原来的水的渠道全部已经堵塞了 这样的话 这里面有很多都已经干涉了 水在这边 天地里面用一段时间 水里面所有的这些小虫 到了天地里的时候 把有的水龙土又转到另一个地方 原来已经淹到天地里面所有的这些水里面的 众生都干涸而舍 然后汉地上所有的汉僧也是离水而舍 如果到了伯种 树蛤或者丛蒙等舍 所杀的汉僧也是不可胜说 当然我们不管是任何庄稼 都是应该基本上跟清科没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像大米也是 也是我们以前八七年的时候 首先去五台山的时候 看见隧道在水里面种的时候 一方面觉得特别稀有 一方面看农民也特别酷 而且也是跟我们这样的庄稼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他几乎都是在地里面全部饮水 然后在水里面涨 这样的话我们觉得米肯定没有什么吧 但是米的来源要想 一方面农民在为了消瘦 或者为了耕耘过程当中也杀了无数的众生 而且依靠他也可能造了很多的业 所以说如果一想到这些 我们吃藏霸就如同吃虫云分墨一样 吃一万藏霸吃一万虫和没有什么差别 原来不是有一个出家人给一个居士讲法 讲法的时候首先讲功德 他说你以后比较空的时候 你应该到山上去念大声的念观音信咒 然后发菩提心念观音信咒 所有的草木万物也是在念观音信咒 所以你到了山上去念咒语的话 功德非常大 连一个观音信咒的咒语也是如何如何 他就讲了很多的功德 我们现在众生处于在一个轮回当中的时候 造得也非常可怜的 然后吃一个藏霸也吃一万虫和没有什么差别 后来那个居士说 不知道今天你给我讲的已经云土转上了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你讲三宝功德的时候 别说你这个比丘 我好像也有一点希望一样 我有时候到山上去经常念观音信咒 但有时候你讲过失的时候 不要说是我 你也是很危险的 你天天吃一碗一碗的藏霸 实际上他说的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讲三宝功德的时候 比如说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 这个时候听一个名号 他的功德到底是什么样呢 有时候也是无法想象的 然后一讲恶趣的痛苦 在这样的时候也是无法想象的 但实际上确实在名言当中 三宝有这样的功德 而且有些地方我们不知道他的过患 也确实有这样的过患 一方面刚才他可能是开玩笑 另一方面有些人的去年 我们讲吃素的时候 就是说那个一样的 你看华智仁波切说的是吃藏霸也是一样的 那这样以后藏霸也不能吃跟虫一样的缘故 有些人这样发泰果 但这个泰果我觉得也是不能成立的 为什么呢 他这里说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果是比较大 从这个角度而言的 并不是说真的我吃藏霸的话 一碗和虫没有什么差别 那根本不可能的 不然的话哪怕吃一碗虫 和我们在这边吃一碗藏霸 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肯定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我们在这里一般是在 华智仁波切主要是 讲辛苦不利的过程当中 杀很多很多的众生 这个时候有一定的罪业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那么一碗藏霸里面有没有杀害一碗虫呢 这个肯定没有的 根本不可能有的 而且吃的时候的动机也是 我们吃清净的食物 并没有杀害的心 外面吃虫和吃肉实际上是有杀害的心 而且以真正众生的血肉这样吃的话 那这是佛经当中也是讲得特别多 有时候佛经我们论典里面 稍微提出一点点这样的疑问的时候 不应该认为全部是一样 那从隐蔽的角度来讲一样不是真实的 比如说我跟你一样我不是你了 所以跟吃虫一样肯定不是跟吃虫了 如果是吃的虫跟吃虫一样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 人们成为三百三天的 酥油和牛奶等算是无罪清净的食物吧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三百三天当中牛奶 酥油 蒜奶 白糖 蜂蜜 这些认为三百三天非常好的 其实三百三天 错知然中来说你们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三百三天 无罪清净的食物 你们偏要吃众生的血肉如何如何这样讲的 但如果这个也要详细分析 如果详细分析的话实际上三百三天 还是不离辛苦的意思怎么不离辛苦呢 但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清净的并非如此 大多数的小羊羔和牛都被杀 然后为杀害的耿耿所生下来的 也很难吃到一颗甘甜的母乳 比如说有些牦牛有些羊羔不知道会不会挤呢 一般我没有看见过 但是一般小牛刚生下来的时候 以前藏地普遍都是这样的 刚生下来以后把那个小牛马上被主人杀了 杀了以后当时人们认为 他刚生下来的还没有吃母肉的小牛肉 特别特别好吃 尤其是在以前古代的时候 几乎小牛除了极少数以外基本都是杀的 然后杀了小牛以后他就请隔壁的人开始一起享用 这种传统比较严重 但比较小的时候还有在有些地方有这样的 但现在基本上这个可能刚生下来的时候马上被杀掉 这种传统比较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但以前华智仁波切的时候肯定存在的 他这里也说是 刚生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被杀掉 如果没有杀的话 他很难以吃到一口他的母肉 很难以喝到他母亲的牛奶 主人用笋子 怎么样呢 主人用笋子将小牛都算在庄子上 然后行足的时候也是把两个小牛都互相连在一起 他脖子上有一个笋子把它连在一起 把它连在一起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小牛 我要到我母亲那里去的时候 另一个小牛他不愿意到那边去 他就走到那边拿 这样的话两个都没有和他们母亲的牛奶的机会 所以这个也比较普遍 但大多数小牛生完了以后 过两天以后马上把它单独分开算着 晚上算着 早上把牛奶挤完了以后 让它再稍微收一下 然后再过了一会儿又把它算开 大了小午的时候又挤一遍 所以我们现在喝的牛奶 吃的酥油这些 它的来源真正去观察 非常可怜的 全部是小牛她自己拥有的母亲的牛奶 但是主人很恶心的 没有让她自己把她所应用的全部我们应用 我前面吧 前面就连在一起 吃一口母奶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就没有了 全部都有 有些把小牛传在一起 有些小牛顺便算在一起 一天都是不让给母亲接受 到了下午的时候把牛奶已经挤完了以后 然后让她跟母亲过一会儿 稍微晚一会儿 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又分开庄子上 明天早上又把牛奶挤完了以后 让她又再过去一下 基本上在藏地是这样的 主人取出了牛奶的精华也可以说 然后母亲身体的精华 本来是母亲身体的精华 就是孩子生命的缘全 牛奶被堕住以后 牛肚处于不死不活的地步 最后因为她一夏天 她一般牦牛的话 她有牛奶的时候就是一夏天 一夏天的时候 她整个夏天当中 所有的母亲的牛奶不让她喝一口 全部被主人已经抢夺了 在这样的话 他牛肚小牛自己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 虽然是强壮的母牛 但因为主人日日都是 驱逐她身体的精华 牛奶 到了春天的时候 从恶处爬也爬不起来 精疲力尽 奄奄一息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夏天 一下天把她身上所有的牛奶 全部这样吸完的话 到了春天 因为现在春天的时候 冬天的草已经完了 夏天的草还没有长出来 现在是牧民最困难的 生活上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夏天积累的那些酥油 全部都基本上用完了 今年夏天的酥油还没有戒上 所以一般现在春天的时候 他们主人家自己也是生活非常贫穷的时候 再加上牧牛以夏天 比如说去年夏天 以夏天用它的牛奶以后 现在牧牛也变成精疲力尽 奄奄一息 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就会死的 尤其是像今天那样下大雪的话 今天在整个外面找不到一颗草 冬天的草基本上都已经吃完了 现在是最困难的草 到处都去外面有些树芽吃一点 最后因为他身体也特别差 再加上吃的也没有 最后一大下大雪的时候 就好多好多的牧牛或者一些小牛 一而死的 大多数牛肚 羊羔也是因饥饿而死 未死的那些也是干疲力若 诸心也艰难 狮子为缩 并临死亡 犹如波炒滚土一般 波炒滚土 他这里说是 因为藏地用炒清锅的时候 那个炒锅里面用的一个木棍 这个就是波炒滚土 然后用这个可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吧 比如说清锅放在那个炒锅里面 然后下面就是圣火 下面圣火的时候 上面这样翻来翻去 不然一处如果这样的话 马上冒烟烟的 这样翻来翻去 这个是波炒 他一死的话 他这个没有一点食指 特别轻 一般藏地这个家的牧牛 小牛特别熟 就像波炒滚土一样 一会儿很可能今年会死吧 他们很多用这个比喻 因为这个没有食指 特别轻 然后这个小牛也是 它没有吃到木来的话 到了春天的时候 它也是特别可怜 看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熟 然后就好像一会儿吹风的时候 也是容易倒下去一样的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经常比喻成 他们家的那些小牛 一个个都是波炒滚土一样 看来今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全部会死的 有这种说法 所以以这个来比喻 可能这些比喻一般没有窍诀性 不一定能讲得非常清楚 不知道你们堪布堪木以前讲的时候 是怎么讲的 这是小牦牛的比喻 因此现在我们认为信佛所有的食物 包括口中吃的身上穿的一切财物 食品 手用 也都是唯一造业的一种造业而形成的 这不管是我们穿着的 现在我们穿着的衣服也是很多都是一切工厂里面 这个工厂里面有无数的工人 也是当时非常痛苦的 而这些材料的来源 大多数都是一些杀害众生 非常非常可怕的 如果我们要追究每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穿的 现在吃的每一个东西 即使我们认为吃素也是非常好 但是吃素的有些素食物的来源 要寻找也可能造一些 因为它大多数来源于植物 那么这个植物当时要用的时候 肯定也杀害无数的众生 所以说我们平时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 所享用的这些财物都是造罪而形成的 这一切的果报最终也是将感受无边的恶趣痛苦 所以现在一切表面上快乐也是辛苦的本性 表面上快乐的一切 实际上是辛苦不能离开的 它的本性是不离开的 下面讲八个之分苦 八三大根本的苦已经讲完了 这是我们不管是在人的哪一个处境都有 所以有时候释迦牟尼佛真的分析我们人类的苦 根本三大苦不管是什么样的凡夫人 都应该具足的除了一些圣者以外 下面讲八大分苦 圣苦 老苦 病苦和死苦 缘争贵苦 哀比利苦 求不得苦和不与灵苦 总共有八种苦 其中第一个就是众生的圣苦 平时我们世间当中讲圣老死病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圣老死病到底怎么样痛苦呢 华智仁波切在这里分析的比较细致 燃增部族的人们大多数是太僧的 我们燃增部族或者我们人间的这些大多数的众生 也有我们就像《据说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也有什么卵生 华生这些人间也是有的 但大多数都是太僧的 那么太僧的时候 当他的寻相是趋入父母的精血当中 然后形成了领络皮宝 血肉 肩肉和肢体等 也就是这样的肢体吧 意思就是说我们如胎在六种状态 五种状态有时候写的七种状态 我们上师心底里面也是有 七宝藏当中也是有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的 然后到了几天以后就变成什么样的 它的形状 整个成长 发育过程 在七宝藏和这些里面也有 还有《阿难如太经》当中 我们现状当中是非常有名的 专门研究这方面的 以前我们讲《前世精神论》的时候 有些问题也讲过一点 它整个的一些过程也讲过一点 所以这些它是整个 首先是临摹过程 然后变成皮宝 但这些形状 这些以前我们也是讲过 我在这里不提 主胎世间的痛苦 肢体和分子主根圆满 具足的时候 感觉到母胎当中是非常狭窄 首先自己可能没有感觉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感觉 后来它的整个身根严根全部具足了 整个肢体比较具足的时候 感觉整个母胎当中非常狭窄黑暗 一场恶处 青海一片 犹如灌在监狱当中那样的痛苦 这些可能很多人因为可能没有一些 比如说熟食痛 没有僧痛的话 前世我在母胎当中到底受了什么样的苦呢 现在很多人来讲肯定没有任何记忆 大多数的人可能一岁两岁开始有一点记忆的 母亲食用热的饮食是犹如在火中烧热一样痛苦 她吃热的话有这种痛苦 母亲食用冷的饮食 犹如清在冷水当中一样的痛苦 母亲睡觉的时候被善哑者一样的痛苦 母亲饱足之时犹如夹在善哑中间一样痛苦 母亲饥饱的时候犹如堕入身骨般的痛苦 母亲住心是犹如被风挂走般的痛苦 这些当时她在婴儿住胎过程当中会有这种痛苦 这是从她自身住胎的时候的过程这样的 这样住胎越受圆满 越受圆满一般的旧业 人家我们以前讲《前世经世论》的时候也有比较短的 也有一些比如说流量当中没有出生 一直住胎的这种有特殊的福报和特殊业感者 众生也是存在的 出生的时候有善有的业被吹动 土著 翻转 颠倒 一般诸佛菩萨的化身他生下来的时候并不是颠倒而出来 也是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的传记 还有一些圣者的传记当中 他跟其他一般普通人的降生方法不同的 因为普通人由业力风吹动 业力风吹动的话颠倒而降生 这样的通过禅门射又被一个大利用射拿着脚拽出来 然后用隧打在墙壁上一样的痛苦 刚他出来的时候有这样的痛苦 从整个盆墙中出来是犹如通过铁空一样的痛苦 我们每一个众生都一定会感受过的 尤其是我们太圣的这些众生都感受过的 但是自己也可能忘了也根本不清晰一方面这样的 但当时的痛苦实际上也非常难忍的 一般众生不愿意接受的 如果母亲缠门下者不能出生者有些年龄没有成熟 或者有些以自己的业力感造的有这种情况 也许就死在母腹中或者母子两人全都死亡 这是也非常多吧在生孩子过程当中这样死了的 尤其是古代吧 古代我们看《识尊广传》和 有些《百业经》当中也是看得出来 古代的话当时生活条件很多有些比如说仆女这样 当他生孩子的时候害怕主人到外面的一些受众里 外面的一些山洞里这样 当时的医疗条件各方面来讲也应该非常可怕的 但现在一般来讲很多医疗条件各方面都应该是不错的 去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的每一个居士我们在车里面 哎 上师这就是我们的复杀因缘 你看如何如何好啊 每一个居士都会介绍有一个比较大的意愿 然后在路过的时候在法王面前也是精神 哎 每一个居士看见的时候 哎 法王如意吧 法王如意吧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大意愿 他的形状是如何如何如何什么什么 现在因为科学比较发达各方面应该 但这种痛苦可能稍微减轻跟以前的有些人比较起来 但这些应该母子二人全都死亡 即使没有死亡已经感到接近死亡的痛苦 这种痛苦肯定有些老母亲应该是知道的 不知道 我的话也是前世肯定是当过这样的 无始以来众生当过自己的父母 我们前面修菩提心的时候应该知道 但今生当中这种感受会不会接近死亡也 但别人一般有些真是非常痛苦的 真正死的痛苦和几乎都是一样的 是这样讲的 所以在这里华智仁波切也是接近死亡的痛苦没有什么差别 梁花生大师也是这样讲母子二人中营卖半部 母亲和孩子这两个的话 降生的时候孩子也是特别苦 要接近到了中营卖上半部了 如果再半部夸的话已经到了中营了 然后母亲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痛苦 已经卖上半部了 那么母处何故与一故皆分离 母亲除了何故以外何故不可能脱开的 让这个以外其他整个国家的一些关节就会脱开的 因为当时特别的疼痛 所以我们众生不管是任何众生 他自己当母亲的时候也好 或者自己当孩子的时候也是感受过这样的痛苦 所以在华智仁波切这样详细讲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真的自己感受这种 虽然我们现在有时候想不起来 但是描述的这些痛苦写得非常详细 然后很多当过母亲的人都是可能今天听得最有趣的 一讲中观的时候有些老母亲一直打瞌睡 一讲现在这些教言大家都觉得是历历在先 然后下面讲到这里了 听说静 telling 等你再增悉 好 听听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